新北的国三生他是遭戈警案 结果死亡了 引发了国人的悲愤 竟然传出被害人招魂的隔天清晨 有八名男子 他们是到了学校对面的早餐店 向往来的学生们叫嚣 警方赶往驱离 校内的学生怀疑这八个人 他们跟涉案的少女是熟识的 因为怀疑被害人同学 创了账号攻击少女 想要找对方谈判 还好有一通关键的电话 提早是通报了警方约制 避免威胁伤害的情势发生 不过现在有网红 他是无视新北地院的市警违法 持续的扬言要租广告车 公开加害凶险的照片 以及住家的地址 挑战执法极限 社群网路平台也持续发酵 起底跟讨伐加害者讨论的贴文不断 也逼得PTT网站在29号 他们是发了声明约法三章 设儿少法之违法的文章 全部都会下架 那么29号更有网友 在Dcard上面是扬言了 明年的1月14号 要发动少年事件处理法 下修连署书 那么新美国中生戈警案 是再让社会掀起了 死刑存废的一个讨论 尤其费死联盟 他们在脸书上发文 强调说以报不能止报 结果就被网友狂洗版 痛批费死联盟 就是台湾最大的乱源 对此呢 侯友宜他在昨天 他也重申了反费死的立场 誓言跟犯罪势不良力 对此时事评论员 谢罕冰他认为说了 侯友宜其实可以在 费死的议题加以发挥 是有助于替他的选情加分 毕竟赖金德根本不敢反费死 新北国三声被割紧身亡 这个联盟的脸书粉砖被留言灌爆 费死联盟发声强调以报不能止报 坚守费死立场可让网友炸锅 留言痛批这个联盟就是台湾最大乱源 网友认为重刑可以降低暴力事件的发生机会 因此支持重刑化 侯友宜也发声了 侯友宜重判宣示强化治安排 二十八号的证件发表会 更花十分钟时间抛出证件 补强校园安全 相比克文哲的两分钟 以及赖金德的两分二十秒 更显现侯友宜对校园安全的重视 连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首度表态挺猴 对他充满信心 教员的安全 毒品 许多的诈欺 又是你的专长 这些事情将来就拜托您了 他在治安的题目上 应该给大家发挥的 赖金德绝对不敢讲他反费死 因为民进党本身就是 一个主张费死的一个政党 那柯文哲在这个题目上 一直是走一种蒙能两可的路线 所以这个本来就是对侯友宜比较有利的 另一位被网友言上的就是他 蔡英文脸书狂发选举文 被炮轰后 终于对国中盛的憾事表态 他说各部会会召集六都开会 政府一直努力在建构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 更会让这张网更安全绵密 网友也痛批蔡英文八年了社会安全网是个屁 现在事情都发生了才在讲马后炮最会 更有人点醒蔡英文修法才是重点 显然当了快八年的总统 处处回避媒体监督 怪不得至今依然不懂明知所向 结果上台北报导 在爆发了割警案之后 副总统赖庆德二十八号在脸书 以及证件会上面 他提出了要推动社会安全网二点零 但是现在遭PTT的网友抓包说 其实应该是三点零才对 因为行政院在二零二一年就已经推动了社会安全网二点零 国民党立委郑立文就指出了 这一项计划内容其实包含了强化跨体系 跨专业与公司协力服务 加强司法精神医疗服务 持续拓展社会中心资源与保护服务 强化人力禁用以及专业酒任 补强社区精神卫生体系与社会支持服务 打高空内容堪称是乏善可乘 非常的敷衍 现在有老师他们出面讲话了 他说老师每天八个小时用尽了力气 却被绑手绑脚的学校教育 永远是敌不过16小时失能的家庭或帮派 新北校园的割警案冲突事件之后呢 当这个部分的舆论声浪 甚至呢是教育部惯性的把责任 是全部都推向给学校跟老师的时候 这一句话就是来自第一线教师的心寒呐喊 也是教育现场在辅导管教学生的时候 面临到的现实困境 资深教师就感叹了 当老师管学生 你只能够用模棱两可的辅导管教办法 还被要求说呢付出教育热情 但是学生或是家长却可以用刑法跟民法 来告老师说这下老师真的很难 好所以现在教育部 他们也组了一个专案小组要商讨 要订定所谓的安全检查范本 议员张思刚就认为了 教育部这个方法其实不可行 教育部只剩下用课纲洗脑学生的功能 对于教学现场老师面临的困境根本束手无策 所以教育部改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方法 基本上根本就是不可行嘛 他玩现在的教育部 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吹冷气 在办公室里面做官 每天是想到说哎呀 我的课刚要怎么样去洗脑 怎么样把我自己的意识形态灌输到下一代 那对于教学现场一些老师面临的困境 学生学习意愿低落的问题 基本上教育部完全束手无策 你看我们最近在开始做一些考试 音听英文的成绩 就出现这个高低落差很大 变成一个V字形 变成V字形好得很好 差得很差 那根本要说音听这一类的需要课后 再去做一些加强辅导的课程 那个成绩很多 很多人都是很差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教育部每天就是不痛不痒 还试图去做一些政治操作 说地方政府应该多负责任 问题是你没有给学校方武器 你要对对方做什么责任 我每天碰到你只要安安心 安安心心上课 安安全全下课 对于校长对于老师来说 今天这个就算敲钟下课 知识心就是这样 过去我们这个上学的时代 因为校园环境 比较单纯 老师对于一些需要帮助的学生 大家真的会去帮忙他 而且会去做一些家谱 但现在情况很难出现这个情况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技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